这人该不会是铸鸡修士伪装了钓鱼吧 一个恐怖的念头浮现在鲁大师三人的脑海 对方转眼之间便连杀两大练器后期 这是连一般练器圆满修士都做不到的恐怖战绩 该死 今日不是他死 就是我们亡 老翁脚踏一头乌鸦怪鸟 飞上半空 他身法需要大地戒力 都预期飞行 鲁大师与另外一个一直阴沉着脸的冷峻中年人如梦出行 立即驾驭飞行法器 上了高空 都不要藏着掖着了 动用底牌 杀 老翁生死历劫 显然已经无比恐惧 一时鬼迷心窍 惹了如此大敌 若是被他跑掉 日后自己家族恐怕 发现了吗 方熙抬头 呵呵一笑 取出一张新买的飞天符 拍在自己身上 又吞服下一枚补充气血的暴血丹 下一刻 原本熄灭的钢气 再次从他身上爆发 气罐周身 三寸剑芒 飞天符 成就大宗师之后 方熙的炼体修为 早已堪比修仙界的炼气圆满 他整个人宛若一条黑线 冲过了想要伸手从储物袋中 掏出什么的老翁 一道血线从对方额头浮现 一路掠过鼻梁 下巴乃至身下的妖兽 该死的 给我去死吧 面容苍白冷峻的中年人怒吼一声 终于施展出自己的底牌 一张黄色中带着电光的精致浮露 在他手上被迅捷激发 轰隆 一道土黄色的雷电笔直从天而降 正中砍杀老翁后的方熙 他身上的钢器率先炸裂 而灵蛇甲对于这神雷 甚至没多少防御力 有主动散开的趋势 二阶下品 雾土神雷符 此雷偏土属性 正好克制水属性的灵甲 成了 鲁大师面露激动之色 按照他的理解 纵然是炼体三重的散修 硬吃下这么一道雷电 只怕也 扑 下一刻 两道金光宛若剪刀一斑 从左右突袭而至 与他身边的护盾展开激烈厮杀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玄铁剑劈开最后一面盾牌 斜斜斩过鲁大师的脖梗 鲁大师的头颅飞出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老夫最后打造的灵蛇甲 防御竟然如此之强 他当然不知晓 灵蛇甲不过一阶上品护甲 真正厉害的 还是方兮的钢器外衣 二者叠加 令防御力成倍增长 扑通一声 鲁大师的人头跌落湖面 方兮转而看向之前 放出雾土神雷浮的冷峻中年 还有二阶浮禄吗 你可以再试试 冷峻中年一言不发 放出一条黑色非洲 就往方式方向疯狂逃命 他已经看清楚了 这人根本就是注击之下 最为顶尖的那一类修士 他们五大练器后期 耗尽底牌 竟然被反杀了四个 再不逃 难道等着被杀吗 四 方兮神情冷峻 在对方身后紧追不舍 我乃钟家客卿 我已经给钟家发了传音符 镇守宝传方式的注击 很快就会赶到 中年人飞快向后喊道 去 方兮充耳不闻 双臂膨胀 一块块肌肉 宛若肉流般鼓起 将最后的针钢 注入玄铁剑中 他猛地一挥 玄铁剑宛若一道漆黑闪电 瞬间飞出 砸中中年人的非洲 对方惨叫一声 身形猛地坠落 方兮施斩金交剑与金交刀 瞬间绞杀而至 注击 我好怕呀 他心中吐槽一句 下手却毫不容情 金交刀撕裂那中年人的防御灵照 金交剑趁机穿过这人的胸膛 方兮一把抓住中年人的尸首 取走对方身上的储物袋 继而一头扎入湖底 抓住了自己射出的玄铁剑 下一瞬 他整个人便消失无踪 没有多久 一道平须欲封的人影 从宝船方式方向飞来 见到漂浮在湖面之上中年人的尸体 神色变得无比难看 他强大的神石横扫 没有放过任何一寸地方 但那凶徒却早已不知所踪 大梁世界 荒山 悬崖峭壁之上 一处临时开辟出来的洞府中 方兮的身影突然浮现 他神色猛地一变 吐出一口淤血 然后咬牙切齿地脱掉身上的灵蛇甲 只见在他胸膛之上 赫然浮现出烧焦的痕迹 在洞府之中 还零散地堆着大量灵物与符纸 论价值远超一千灵石 是一笔任何练器修饰 见了都要眼红的巨款 但此时 方兮看也不看 直接找到疗伤一类的丹药 吞服一颗下肚 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接下来 他双手结印 调动气血 身上浮现出神秘的花纹 回原秘书 他上次救下独孤无望 在宗师会中立下功勋 就换了这一道秘书 下一刻 在方兮身上 一块又一块黑色的死皮脱落 有全新的血肉生长出来 在修仙灵丹与武道秘书的配合下 他身上的伤势正在飞速痊愈 两久 方兮吐出一口浊气 这次还是太过弄险了 居然有人暗藏二阶的浮路 还特别针对灵蛇甲 如果不是他练体三重巅峰 体魄惊人 又有钢气挡了一下 恐怕此时就不是重伤 那么简单了 之前那中年说了 会有中家铸鸡修士赶来 这一次穿越 还是先躲上几个月 避避风头再说吧 方兮就不信 那个铸鸡修士 有看守方式的重任在身 还能慢慢悠悠地 在野外蹲守好几个月 正好一旦开始修行长生术 我都不能离开妖魔术太远 更不可能穿越 在大梁的首尾 还是都解决一下比较好 方兮不由想到木飘渺 百合 青丧等人 脸上的线条 也变得柔和了几分 下一刻 他来到洞府的另外一个房间 这房间内堆了大量粮食 地面满是泥土 他探手往土里一抓 就抓出一个白色的巨大肉团子 太岁 老伙计 该去南荒了 望着这一头对自己颇有注意 也是得到的第一头妖兽 方兮喃喃一声 露出一丝微笑 不过在此之前 他手上光芒一闪 一张血红色的文书浮现出来 正是血气文书 去 下一刻 方兮割开自己手指 逼出一滴精血 精血落在文书之上 立即泛起一道道黑烟 整张文书开始无火自燃 方兮嘴里念念有词 法力涌动 一指太岁 一道道黑烟汇聚 形成某个暗藏一丝血色的符文 飞快没入太岁体内 在此期间 太岁就跟植物人一样 没有半点反抗的意图 果然是一头植物腰 感受着契约达成 与对方有了一丝 若有肆无的联系 方兮不由非常满意 太岁的抵抗之微弱 还要超乎他的预料 令契约达成 无比顺利 而凭借着这血气 他能随时掌控 这头太岁的生死 只要对方不能突破二阶注击 那就无法反抗 此时的太岁 才仅仅一阶下品妖兽而已 不对 如今是灵兽了 对于修仙者而言 无法控制的妖物 一律都是妖兽 然后能收服为坐骑 镇守扇门的 则是灵兽 三元城 府一进入城内 方兮便感觉情况 有些不对 城门竟然早已封锁 开始了戒严 街道之上 行人稀少 人心惶惶 怎么回事 方兮来到圆河山 在三元城的驻地 拿出一块蓝色水晶 雕琢的令牌 这是灵湖山随手送的 拜见长老 看门的弟子一见之下 立即大惊失色 将方兮请入门中 没有多久 一位富泰中年人便过来行礼拜见 胡不微见过长老 他虽然长相富泰 但眼神精明 气质强悍 赫然也是一位武师高手 我久不来这三元城 发生何事了 方兮坐在太师椅上 随口问着 他如今来去都是驾驭黑宇舟 甚至都遇不到一个路人 自然也听不到什么消息 哎 最近朝廷有些乱 就地已死 新地登基 却才仅仅六岁 因此太师摄政 与后宫 朝臣颇有争斗 胡不微苦笑一声 咱们定州原本没事 但附近大仗山中 有一支流寇乱军 不知得了何方支持 成了气候 连连攻城掠地 如今已经到了三元城附近 定州军接过一仗 却被打得大败 竟然连定州军都败了 方兮略有些震惊 这肯定不是他的锅 虽然他杀了定州军两个校尉 但定州军势力 也没减弱多少 听说 胡不微压低声音 乱军之中 有不止一位宗师坐镇 原来如此 方兮有些了然 又问了些消息 这才施施然离去 白云武馆 如今当家的武馆主乃是木飘渺 张明鼎等一干弟子负责从旁协助 大厅内 师姐 听闻战乱 许多弟子都回家了 城中粮食涨价 咱们武馆的银钱这个月就快见底了 张明鼎拿着账本 有些发愁 爱 目飘渺也有些愁绪 旋即咬牙 将我的首饰都拿去卖了 大家再凑一凑 有多少粮食都尽量买到手 经历过一次黑石城困境之后 她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饿肚子的情况了 呵呵 小师妹做得不错 区区钱才算什么 千金散尽还付来吗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声音自门外响起 这声音好耳熟 还有这是钱财如粪土的腔调 大师兄 目飘渺 看见来人 眼眶不由一红 你终于回来了 很丝 别这样的声音